张爱玲说,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,然而,制造更多遗憾的,却偏偏是爱情。 这个世界上,让人遗憾的事情很多,但是偏偏爱情留给我们的遗憾,是最让人无限遐想和回味的。 如果当初不跟他吵架,如果那智商人的话没有说出口,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,是不是现在的一切都会不一样? 可是啊,这世上最无情就是没有如果,如果时间能倒流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遗憾了,就是因为遗憾太多,所以很多人将遗憾写进歌里。 写歌的人最多情,听歌的人最动情,据说听了这些歌,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前任,但岁月不可回头,答应我,听了这些歌,别哭,体验,来不及再轰轰烈烈,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 我爱你不后悔,也尊重故事结尾,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,何来亏欠我,敢给就敢尽碎。 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,在喝彩留着论声思历劫。 还记得前任三里,孟宇带上了至尊宝的紧箍桌,站在广场的中心,一遍一遍喊着, 林家,我爱你,明知道自己吃芒果过敏,林家依旧含泪拼了命的吃芒果,多少人看到这,就想起了自己的情人,在一起的时候相爱相杀,互相折磨,分开的时候又放不下,喝酒痛哭,折磨自己,那些笑中带累的感动,最终都会变成泪中带笑的坚强,爱的时候很甜,爱过了就变成了酸。 退后,天空回得像哭过,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,酸酸的空气,秀出我们的距离,一目追星的结局,像呼吸般无法停息。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了,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一年很甜蜜。 第二年的时候,男孩开始开始争素的在外打游戏,夜不归宿,为此,女孩跟他吵过很多次,男孩依旧不见收莲, 直到有一天,女孩对男孩说,我曾经爱上了你,现在依旧爱你,但是我无法忍受,因为我的存在,限制了你的自由,现在我给你自由。 后来,女孩和男孩分手了,但是分手之后,男孩并没有感觉到自由,反而会不习惯女孩得离开。 前任,在我们的心中,到底意味着什么呢? 好像在多的词汇也说不明白,但是总会因为某个瞬间,某一首歌,我们还是会想起它,多久才能忘记。 我们也不知道,其有,已记不起,我也有权利爱人,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,但我温柔吻顾我伤口,能得到的安慰是试炼者,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。 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,为我猪头捧过我的手,重生者走得都走,谁人又为天使忧愁,两个人的关系,最卑微也不过是分手之后,还是好友,当一方转身投向他人的怀抱,另一方还扮演着好朋友的角色,在一旁指点迷津,情感的道路上,总会遇见十几个抱有好感的人。 后来跟四五个人走到了一起,最后啊,只跟一个人组成了家庭,那些没能成为家人的人,心里真的放下了吗?那些以朋友的名义爱着的人,你们委屈吗? 如果生活真的大发慈悲,又让你遇见一个如他一般可爱的人,你会放下过去,重燃爱火吗? 倒带,终于看看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,最后才把话说开哭是求我留下来,终于看看爱回不来,我们面前太多阻碍,你的手却放不开,宁愿没出现走我别离开,你总是要我关慢慢计划将来,我的眼泪却一直掉下来。 大话稀有礼,当紫霞仙子的剑架在至尊宝的脖子上的时候,至尊宝杀了一个霓天大谎。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,我没有珍惜,等我失去的时候,我才后悔莫及。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没过于此,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,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,我爱你。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,我希望是一万年。 这段经典被无数后人重挡覆车地去模仿,与模仿无意的是,这样的情境一次次地上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,彼此相爱的人最终都会坠入柴米油盐的漩涡。 两个人在一起相如意抹,那时光,总是充斥着平淡,就是因为身心平淡之中,才不懂得平淡之中见真情的甘致如仪。 直到失去了,才懂得这份柴米油盐的可贵。 杏手旁观,你最近好吗? 身体可无恙,多想不去想,夜夜偏又想,真叫人为难。 你的脸庞,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,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? 除非我们,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,一个人能留在心中多深的位置,才能让你时时想起。 一首老歌,一个电影片段,都能勾起曾经的点点滴滴。 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? 就是想忘记一个人,却偏偏忘不掉。 吃饭的时候,想着对面坐的是他,走路的时候,想着身旁是他,就连闭上眼睛,眼前出现的都是他。 就像一根扎进心底的词,当你终于下定水心,准备忍痛将它拔出了,才发现,怎么都拔不掉了。 齐琴的这首歌,将这种折磨唱得淋漓尽致。 都说爱一个人爱到极致就变成了亲人,那是你得到痛的时候。 如果得不到,那种极致就变成了一种隐忍的痛,放不掉,又不敢去打扰。 就像在菩提树下歌肉未应,自以为清高的不识人间烟火,其实早已为清所困,遍体鳞伤,以前太小,听这些歌并不觉得有多伤感,如今在听才发现,歌里唱的,可有歌的无奈。 你和前任的关系是哪一种,听到这些歌,是不是又想起了它,而它又是如何回忆你的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